主料,卷心菜300克,猪肉150克,辅量,辣椒,酱油,味精,油,盐,葱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把卷心菜撕成小块,洗干净待用,葱,辣椒切小段待用,猪肉切成片,放少许油,下肉片片炒至饱饭,放入葱,辣椒炒出香味,酱油一小勺,翻炒一下, 然后放入卷心菜,加盐炒至卷心菜变色熟了,加围巾即刻成盘,烹饪技巧,整个过程中,注意事项就是一点水都不要放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